完全是兴趣 就是想去玩 然后有时间 就是那时候上幼儿园嘛 然后就去玩一玩去 然后有时间就去 然后也不是说每周每天都去 前几年的时候 因为也不是特别系统的训练嘛 然后觉得还是好玩的成分比较多 然后到中间一部分可能 那个时候还小 可能也不太感觉到累 开始的时候小子君的父母很担心 怕女儿要练习滑冰 只是一时小孩子的冲动 随着训练时间的深度 小子君会慢慢地失去对滑冰的兴趣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子君的父母发现 小子君对滑冰的爱 从来没有减退 而且冰场上的他 表现出了过人的纷纷 这也让林子君的父母 喜出让外 他一直有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赋 外野就是说 从那个他的方向面的中复数字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一来一来说军军很有天赋 在这方面也应该说是个天才 但这都是霍华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他爸讲了 我说呢这个 因为总是南岭体育大院啊 好多孩子都学这个滑冰 没有几个学成本 一定要有时间准备 看着小子君在滑冰上表现出的天赋 对于李子君的未来 李子君的父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宋子君进行专业系统的滑冰训练 我说呢这不仅仅是练孩子 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练大了 因为当时长的那个实力病毒场训练 这个时间跟着非常紧张 这个小孩训练呢 都是安排到晚上十点钟以后 到凌晨的两三点钟 远见这个好的实力病毒场 都是专业队训练的 专业队的一千二千 我们体系二都排到八点钟以后 晚上八点钟以后都排了 就九点九十度是那样 这就是中午 咱们小孩全是十点钟以后 到凌晨两点 这孩子困难得敌了班了 他妈的被窝地把他拔起来 完了之后呢 把他背过来穿上兵鞋 所以那个照片 在六岁的时候 李子君获得了省内的第一个少儿组冠军 2002年吉林省花样花冰希望杯比赛 少女组冠军 这也让子君的家人非常高兴 那个时候比赛人特别多 应该得有四十多个人 三十多个人 紧不紧张 那个时候没有紧张 就是特别兴奋 因为比赛的时候是人家喊你的名字 然后他可以上我那时候 就上去就 就是感觉喊得我名字的时候 就特别的兴奋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感 但是就是高兴 没有别的概念 有了这个讲述 家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都反正都特别替我骄傲 然后挺高兴的 进入了系统的训练 对于小子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肯定会不一样 因为你这样小的时候 可能是自己想来就来 不想花就可以不来 然后你等到真正进入省对训练的时候 不想来也得来 但是那个时候 我也不是说不想来 就只是说这个系统训练呢 然后就是 就是不是符合你的意思 就是你是一样来 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个时候不想来的意思 随着李子军的成长 他参加了越来越多的比赛 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中 李子军的技术在稳步增长 他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受到了国内体坛更多的关注 就在2008年的第11届冬运会上 李子军更是发挥优异 一举夺得了花样滑冰的银牌 成绩仅次于当时的国内冰坛一姐刘燕 国内比赛的黑马 成绩直逼冰坛一姐 他一直都都是拿军 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 改变了小子军的命运 我开始有点惊讶 跨越重阳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转变 冰上天使李子军 背影正在播出 随着李子军成绩的提高 他也逐渐得到了国家队的关注 2008年的9月 在鲍利教练的带领下 李子军前往美国集训 而刘洋的经历 让小子军在技术和自信方面 都得到了很多的提升 就是可能是国家跳三个运动员嘛 然后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去的另外两个的成绩 都是非常好嘛 然后其实我的成绩去美国之前 是一般因为在比成年组比赛 我是第七 然后他们两个有获得东西会第二的 去美国集训的机会 对于小小年纪的李子军来说 是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也让小子军喜出望外 刚开始有点惊讶 后来挺兴奋的 因为从来没说过 然后说第一次要去北京 那时候特别的兴奋 就这样李子军得到了 宝贵的赴美集训的机会 而在以前 只要是国内的比赛 妈妈都会在身边如影随形 这次去大洋彼岸的美国集训 而且一去就是一年 这对于小子军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刚去的时候就看什么都特别新鲜 因为就跟国内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洛杉矶呢 可能是因为 它那边是地震的地震带嘛 然后房子都是小平房 没有高楼 然后我就觉得 咱们在中国就是 高楼大还特别多嘛 然后那边全都是 那个绿树草地什么的 就是感觉在国内很少能看见的 然后在前一个月 大概都特别的兴奋 然后一个月以后特别想见 帮助来看 但是冲杂矶